我是谢了清 欢迎收看导读台湾 1989年的6月4号天安门事件 它的开端是中国学生为了悼念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失事 那么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来进行静坐 除了替胡耀邦来平反 同时也争取国家的民主改革 不过最终却引发了中共当局的强势清场 而这个1989年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特别的时间 也就是1945年的5月8号的午夜 这个时间标记着二战欧洲战场的结束 一个没有纳粹的新德国诞生 历史学家给了这个时刻一个特别的称呼临时 它代表了和过去彻底的决裂一个全新的开始 而1989年这一年也有许多的学者 认为是一个新的临时 在这一年的1月7号 日本昭和天皇驾崩 名人亲王几位 改约为平城 2月14号 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第一枚工作卫星发射成功 那正式进入了太空轨道 人类从此进入了GPS的时代 而2月15号 苏联的军队宣布撤出了阿富汗 一个长达10年劳民伤财的阿富汗战争宣告结束 而英国的科学家提姆·伯纳斯里提出了超文字的系统连结 网际网路的概念就值得诞生 但是也在这一年 一场重大的民主思潮 从欧洲向东涌现 他最终 他的力量抵达了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 且看英雄碑的天安门 而当时在中国政法大学任职的教授吴仁华告诉我们 6月4号的前一晚 他亲眼见到学生跟坦克的冲突 在悲剧发生的当下 他悲痛的告诉自己 这一辈子永远不要忘记 1989年6月5日 就在北京长安街正中央 这个画面撼动全世界 白衫黑裤的销售男子 手拎塑胶带 他以血肉之躯 阻挡行径中的解放军探克车队 战车在他面前停下来 然后左闪右闪 他就一直挡在正前面 我记得就是他还爬上战车 有跟试图要跟里面那个讲话 是后来有两个人 还三个人过来把他带走 有人说那几个是公安员员 所以把他拢旁边以后逮捕了 在长安大街上的那个位置 刚好可能在北京的那个驻外媒体 他拍得到的那个位置 所以当他当时出来挡战车的这个影像 马上被就是外企媒体拍下来 而且就是广泛传到那个全世界各地 不寻常的人与战车对峙 从此成了自由标志 这名用肉身阻挡坦克的男子 国外媒体称呼他为 王维林绰号坦克人 没人知道他的窃窃姓名 他身份沉迷甚至下落不明 因为当时很乱 这个人到底跑去哪里 被抓了或者被碾了 这个没有人知道 坦克人从地表蒸发 却留给世人鲜明的六四意象 1990年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 接受美国传奇远主播华特斯专访 被问到禁忌的这一题 江泽民一脸尴尬 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中国 像极了哈利伯特不能说的佛地魔 这时段被中共刻意淡忘 集体失忆的历史 这一切得回到上个世纪 1989年6月3日晚间十点 军队开枪了 1989年6月3号晚上的9点过后 是第38集团军在北京西藏区的延长县 五哥松一带开了第一枪 那时候已经有一位死难者 是中国国务院航天部第二研究院的一位职工 第一位死难者就是叫宋小明 吴仁华当时是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他与学生们担任特别纠察队 坚守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 所以关于天安门广场武力清产 这个时间的问题 一般通常就是当年的媒体 包括现代人们通常都是 认为是从89年6月4号凌晨一点半 到凌晨五点半四个小时 因为在6月4号凌晨一点半的时候 第38集团军抵达天安门广场北部 然后在这五分钟之前 空降兵第15军抵达天安门广场的南部 所以清长时间是从这时候开始算 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该瞄准敌人的枪口 对准了手无寸铁的人民 天安门广场成了新红色的杀戮战场 这一夜北京城枪声哭声哀号声不断 当38集团军沿着西长安街 向天安门广场西面开进 军队行进的木溪地西单路口 沿途无差别扫射 就是屠杀比较重要一个地点 是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跟天桥一带 然后开枪杀人的部队主要是空降兵第15军 这咱们的打脑啊 打脑算的 打脑算的 你让开一下这边来 几个人手拉着白布当成担架 包裹住流血的伤患紧急撤离 非常非常的残忍 6月4日凌晨4点 最黑暗的一刻降临 天安门广场突然全面熄灯 机研部队准备发动最后清场 坦克车跟装甲车车上都有机枪 所以谁阻挡就原路 就机枪直接打死 有的没有那一具打死就直接撵 打死那里有机枪直接撵过去 我就看过那画面 那个人啊 人肉啊 整个那个坦克压扁那个照片 我通通都见过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残忍 但是我做过战的 在战场上的时候啊 撒红眼的时候 真的是不知道 爱惜别人的命的 装甲一笑 撒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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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下的人越来越多 装甲坦克依旧无情推进 一路碾压学生帐篷 硝烟中民主女神像被推倒 历经最恐怖的半个小时 广场灯光才重新亮起 6月4日清晨5点半 在士兵平端的枪口 与背后隆隆的坦克声中 学生与群众从纪念碑 东南角撤离广场 只是本以为 历时4个小时的血行清场 至此告一段落 怎料就在西长安街上的 六部口出现三辆坦克 才仍追逐学生的车离队伍 三辆坦克当中的其中一辆 也就是编号106号坦克 它掉头冲向路边的学生队伍 当场造成了11个人的死亡 然后更多人的伤亡 所以当时我在现场 看到那个场面 我觉得太学心了 因为我是一个读古书的人 读了太多那个文字 关于这个血腥的描写 当时东南有像 六部口那个县坦 看到的那种血腥 给我留下了净汗 所以后来我跟很多学生 就一直呼喊着 记住106 记住106 然后回到自己的校园 所以很多人包括我在内 当时都是流着眼泪在喊 记住106 一间校园就看见了教学楼大前 大楼前的这个客桌上的这一排 云南的学生的遗体 当时客桌上跟地上 都是一弯弯的鲜血 所以我跟刘淑黎 他们当时就常跪在 这个武器学生遗体前面 真的是痛哭 所以我当地心里一直在 默默地念诵着 就是不能遗忘 不能遗忘 所以从那个应该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有了那个记录 六四屠杀这么一个念头 据传当时中共为了洗刷广场血字 动员500人洗了三天三夜 却无法抹去人民悲愤 无法摆脱国际谴责 面对局势追问的伤亡数字 中国国务院发言人原目宣称 军人加上民众将近300人死亡 怎料不久踏进改口 广场上没有一人死亡 在天安门广场清理的时候 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事件 没有发生任何的伤亡 没有打死一个人 连解放军的军车 也没有压死过一个人 中共公开只成300 但是北京市委数据的 调查报告也是根据议员 1500个人 帐篷里面被知道的 那很多人估计在2000人 30多年过去 天安门的斑斑血迹早已吞去 然而残忍的真相 不会被时间吞没